日本三大球已全面崛起 在即将到来的巴黎奥运会上 日本男女足、男女篮、男女牌全部获得资格 创造了一项崭新的历史 那就是亚洲国家第一次以非东道主身份 获得奥运会三大球满额席位 谁都记得中国男篮在去年世界杯的痛 在大好形势下无缘巴黎奥运会 而取代中国队成为亚洲战绩最好球队而直通巴黎的队伍 正是日本男篮 让人颇感遗憾的是 中国女排原本也长时间压制日本 但之前两场世界女排联赛的交手 中国队都成为了输家 好在中国女排还是进入到奥运会 但日本女排也晋级了 至于男足、女足与男排 就不用多说了 这是中日差距最大的三个项目 日本足球已不是中国足球短期赶得上的对象 而日本男排的崛起同样迅猛 已经慢慢晋升为世界级强队 唯独女篮目前中国队还占据一定优势 中日女篮都进入到巴黎奥运会 是否还会有一场大战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